看我們的聽眾有沒有什麼抱歸經驗 或者有什麼在這方面的愛情可以分享一下 好耶 我們有一位聽眾在電話旁邊 你是? Hello Hello,我是Sunny Sunny你好,你的經驗是怎樣的? 其實我先說一下背景 我是一個學生 我是屬國際學校的 是 那時候我跟一群朋友一起玩 沒試過 就一起去南桂坊玩 是 玩什麼呢? 我們在派對 我們那時候還未夠積 嗯 連夠積都入到? 不,有方法 就是拿人心不正 你Sunny現在多少歲? 現在17 現在17 現在17? 那你進去的時候幾歲? 入去的時候16歲 哦 那你怎樣進去呢? 借人身分證 不是 進去的時候 哎呀死了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不要緊 就是 那時候呢 我有幾個朋友是 Photoshop很厲害的 哦 未Photoshop身分證 沒加過聯繫下去就搞定 哦 哦 神偷蝶影 哦 你的朋友是不是高燈的巴打來的?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女生 但是不要緊 那你很順利就進去 然後怎樣 然後玩玩玩耍去 就是你直接下去 你知道都不知道 你都不懂 一起坐下 就是我們一遍 就是突然間 就是我們看到有幾個女生坐下 就是我們有男無女的 就是我們女的的 就是我的女的朋友呢 就是出去去 跳舞 就是我們幾個男呢 就去找那些女兒聊天 然後他們呢 就是剛剛夠睡 就是聊一聊 就是問他們知道如何玩 有些事情,這個供費已經交換了電話 嗯 我聊一聊,突然間有些事情發生了 是什麼呢? 就是最差的事情發生了 查牌 查牌 不是,但是很驚險 我從那次之後,我對這個真是好的陰影 就是我們全部的朋友拿了一張照片的假給他們看 他們竟然知道是假 但是他們沒有話說,看一看就算 嗯 就是警察來的,你都知道全部開燈 因為我們全部的手腳都鎮了 就是其實警察也是放過你們 是啊 嗯 不是,但是我其中一個朋友,他就說 有個女警察跟我們朋友說的 就叫他,只是這次好了,不然下次就再抓你回去第二室 我現在知道是多嚴重 你知道嗎? 是啊,你偽造文件 是啊,偽造文件 但是這個要坐牢,知道嗎? 是啊,知道了,所以你不要了 知道嗎? 是啊,我回家真的 等多一年而已 等多幾年才出去抱 不是,但是現在暑假,很多朋友都出去抱 自己搞派對 對,搞一些house派對 長期 對 不是,就是平時我們讀一些國際學校 就是那些不同人做派對 但是都經常被人做的,不知道為什麼 蛤,自己私人派對都被人做 那就是有人出貨 長期就沒事了 那你看電影吧 看電影比較安全 應該不會有七人插牌的 看電影的時候 不是,但是你淘的那些女生 跟照相的女生不同 你淘的那些很明顯是出來想找食 我第一次去的那些經驗 那你那次跟別人交換了電話 之後有沒有聯絡? 有了幾次之後 不對,就沒有找她 就是有出來的,你約了她也 不是,就是聊過天之後 有一次出來吃飯之後 不對,我們都已經走了 他沒有找你的 不是,你沒有找他 對啊 你們有在一起 不是,大家都沒有找大家 就是我約了一次 大家都沒有找大家 就是不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覺得不對呢? 不對在什麼呢? 就是,如果呢 我想說,如果你在夜場 真的想找新愛 真的很難 就是你知道人有出來抱 就是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的話 你會擔心嗎? 經常都會擔心 就是譬如說 你今天出去抱了 你會不會跟別人不知什麼 那些東西呢? 是啊 所以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最初也不想在葡萄場認識別人 是啊 就是之前呢 我認識一個女生 就是我跟她一起 說我這麼說 照適 對 照適 她沒想結婚嘛 17歲 不是啊 不是,知道之前呢 我們 本來呢 就是 頭幾個月都完全沒事的 但是就是 就是 那一陣子呢 她出去玩 她每天都出去玩 嗯 然後我們就開始 就 可以吵架 然後有一天晚上 她出去玩 然後她不接電話 然後 我叫她 不要再找我 她就說 那天什麼都沒有發生 那些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 這個不是很一般的 另一半出去玩的時候 發生的一些 爭拗 是啊 爭拗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接受不到 就不要找那個這樣的人 其實也是 夜蒲不是沒有真愛 你兩個都是那些 你兩個都是那些 那些人 你說了幾個個案子 那兩個都是那些人 你又要抱我又抱 大家又抱得這麼開心 一起抱 現在是突然間你覺得 你不是不知道我一向都抱 你為什麼突然不讓我抱 就是一個抱一個不抱 其實就不關夜場事 是兩個大家性格不對 或者不明白對方 或者本來你已經在夜場認識她 那你之後不是說不讓她抱 就是她本身的樣子 已經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Sunny 就是17歲而已 等一等 先打扮機會 先打扮機會 不過她已經明白那個教訓 不要再亂來 不過年輕人是這樣的 有冒險的精神 而且經常都覺得自己沒事 為什麼覺得偏偏就中 那些是未來老了之後的回憶 曾經沒有那些欠去抱 回憶可以是悲慘的 人一定有悲慘回憶才是回憶 是長大的過程 沒有一定是美好的 一定有高有低 一定有高有低 去到犯法就不要了 小心一點 犯法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我真的想 譬如我又沒有錢了 我又不是特別優秀的樣子和身形 我真的去到club 那我怎麼可以認識女生 最重要是交朋友 最重要是你身邊朋友 我認識很多人 都是自己沒有錢的 我反而想知道 阿錢各位怎樣教滴二打 滴二打不需要 看到誰倒進去 對呀 無緣無故用手走 誰會無緣無故用手走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那John斯問一個辦法呢 其實我有些朋友都很壞 他們真的沒有錢 而且沽寒底 不能說沒有錢 沽寒底 不願意開酒 所以他們就要靠朋友 離開了 好像是出外靠朋友 身邊總有朋友開酒 你見到朋友開酒 你就走過去 然後用他的酒去驗客 這個其實是 道道有不同的吸引女生的方法 香港聽說 大多數人用來吸引女生的方法 就是叫很多酒在桌上 大家隨時歡迎來喝 然後那些女生就走過去 然後那些三九五七的朋友又走過來 那些朋友又帶女生過來 女生又帶女生過來 但當你酒喝完的時候 那朋友自己會消失 到你開第二瓶的時候 他就下班買來了 那你這條做了一兩次 做第三次那個朋友不理你 就是要好朋友 就是他要體諒你 我真的要很多人 為何不可以 你當他看著那個朋友 他只要七八八八 你又回來 是呀 他是不記得的 那台人十幾二十個 我試過有一次很誇張 有一個朋友開酒 他應該喝了五萬多元酒 那一晚 那一天 五萬多元酒 一圍桌 當晚我印象中圍桌 應該有二十幾三十人 第二天睡醒 自己幾個朋友就聊 我問他昨天有這麼多朋友 然後他就問我 不是你的朋友嗎 你才沒有一個認識 然後互問後 發現原來有十幾個是不認識的 所以你一開酒就會好似很多朋友 對 尤其是你開幾千元一支 大家就有很多朋友 對 立即過來敬你 自己走過來 你好呀 我問誰誰 對 因為那些時候你聊天又聽不到 你以為他是你的朋友 有很多人 那也是想認識朋友 也可以的 如果認識朋友 沒所謂 但那一刻你會覺得自己被騙了 他就被人打劫了 當你見到 你還沒醉 如果你還沒醉 你見到一個男生拿了荔枝酒 他去見人 當是自己針給人 你真的有少許想打他 你有沒有試過有這種情況 當然有 不知多少 但你最終會怎樣 你會發聲 通常都是我的朋友 大家真是朋友 那些 你會見到有些不是真是朋友 就會過來拿了你的酒 來喝吧 這麼少 這獔枝酒好像是我們的 拿了我的酒 當自己 你會發聲 完全是 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臉皮超厚 對 我覺得那些人很厲害 對 很厲害的 所以開那個其實很慘 幾千元開始就自己得杯 通常我們認識開了這些 他們不會覺得慘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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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大蠔客 真的蠔客 看看你最先還是我窮先 對 對 你就喝吧 看你喝得了多少 但真的沒有朋友又怎樣 如果沒有朋友 真的很閉毅 沒有朋友呢 你一會兒只看 對 下去純粹是一個觀鳥團 就像動物園一樣 你也是在一個龍外面 看看那個 看兩小時就回家了 我有試過有個朋友 他一個男生 經常都自己一個人到處去 看看會撞到什麼人 但他就是不知道從哪裡飄出來 又不知道從哪裡飄出去 還有一個方法 我有個朋友試過是一個人的 是否我們俗語稱掃垃圾那些 等垃圾那些 在街上 掃垃圾那些 在的士站附近 他是一個人下去的 他又不是很願意開酒 我明白 他去到兩三點的時候 就會在一些有的士站的位置附近 就等了 去撈一些 不用的士的 對 在酒吧桌邊 或者在街邊 你見到只有一個人 沒有人理會的 他們就去撿垃圾 那些清道夫 清滑的手尾 我們那些叫做撿垃圾 那你會不會去開店的話 就會很怨恨這些人 看不起他們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 其實真的不太好 我都試過趕走過一兩個 撿垃圾 為什麼趕走呢 就告訴他 這是我的朋友 通常 在你旁邊他都撿垃圾 通常最不撿垃圾的是 就是一些外籍人士 很多都是外籍人士 對 你還要飄洋過海 你還要撿我們這些垃圾 可能他眼中的極品來的 李少爺垃圾 然後用英文跟他說 因為我的朋友 等他走開了 然後有朋友來接他 或者有警察 他們就走了 前個位置 帶一些女生下去 都要保護他們走一下 是啊 他在不醉的情況下 都挺好守美的 其實我常常做 醉了沒有辦法 醉了沒有辦法 最終我是一個習慣 就是坐在那裡 好像曾治瑋一樣 一磚佛坐在那裡 華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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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 挺好 我是Jacker Lin的粉絲 謝謝你 那你在哪補開 你有什麼東西說 我補了很多年 是 現在補了 現在少一點 Wilson在嗎 是啊 我認識你的 是否是補的朋友 還是 見得多 你知道Wilson經常補的 是啊 他又這麼出名 我們還有晚九燒五年代補 都很久了 那你真的很早 開始補晚九燒五 開始補 我還小的時候 那你不說得多補名 啊 說不說得多補名 都說得多補了 我不是說 那些通常都會用存在 哦 那還在 嗯 那那些補有什麼玩呢 你補到什麼時候不補呢 其實 差不多 早兩年 早兩年才會停的 為什麼早兩年會停呢 因為早有年紀大 而且還在香港 哦 即是不在香港補了 其實你怎麼補法的 以前 以前補的年代不同 以前補的年代 一班一班人出來玩 沒有那麼年輕的 以前的人 嗯 都二十多歲 我那時候已經很年輕了 嗯 現在反而就年輕很多 以前還有尖沙咀舖 現在沒有了 嗯 嗯 即是以前都是普通 有些朋友出來 出水 relax一下 喝酒 跳舞 那你有沒有在這個夜場找到真愛 我去夜場其實不是去找真愛 也不是特別為人家 通常跟朋友去玩 有沒有在夜場認識到朋友呢 其實在夜場認識到很多朋友 嗯 反而認識到很多男朋友 我直的 哈哈哈哈 那你有沒有認識到什麼特別的女性朋友 認識到很多朋友 但沒有什麼見過有真愛 嗯 都說夜場少了真愛 那你突然贏了 當然 有一票 我又有一票 你有沒有認識到人 是有找到真愛 即是可能認識到人 是有找到真愛 即是在夜場認識到人 我真的在夜場認識到 聽就聽過 聽就聽過 但到最後就好像一年都不夠 就離婚收場 哦 那你現在不抱啊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抱呢 我現在沒有另一半 假設你有呢 我自己不抱 那看看有多嚴重 如果一個星期抱足五萬當然是受不了 那一個星期兩三晚呢 兩三晚都嚴重了一點 每個星期都去到多嚴重 那這樣就不行了 那一個星期一晚也沒有問題 那你以前不抱 那你早兩年才收生 那你那個過程去到你早兩年 你覺得那些女性 或者那些人的分別是怎樣 即是除了年輕了 以前男生慘很多 為什麼 因為男多女少 哦 那現在呢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就女多 男生少一點 那男生很幸福了 現在 幸福很多 嗯 那是因為制度改變 那你以前抱呢 輕輕轉場嗎 以前都是兩三個長轉 現在多了很多 哦 說起轉場好笑的 有個風氣的 有的 是習慣來的 我很想有路線圖的 其實不是我有路線圖 還有路線圖 以前都有路線圖 以前都有路線圖 跟現在的路線圖不同 是啊 香港的蒲法 好像一個傳統 其實每一代都有路線圖 譬如你去了A 然後去B 然後去C 大家可以輪流 要轉這個場才叫做潮 一晚要遇到六七次的朋友 喂你去A嗎 那我去C 喂你去A嗎 我去D 就是這樣玩法 但是為了要些什麼呢 其實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是要 你可以很大魚大魚走進去 不用排隊那一刻 就是要面子 要威風 一群人在街上走那個氣勢 還有去到門口BUNSER 只有你進去 那個不能進去那一刻 多有費事 唉 我感覺不到這件事 以前有沒有呢 以前是不是沒有的 以前 以前也有的 但是不是那麼多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排隊 人口也沒有那麼多 當然沒有那麼多人排隊的蒲 嗯 那是不是看著蒲的轉變 是啊 我看著這個蒲的trend 看了很多年 有一個trend 有個trend 有個trend 是不是由衣著開始 以前我們有去灣仔 有尖沙咀 有蘭桂坊 現在基本上 一條路在蘭桂坊 只有蘭桂坊 對 少少去另一個區 由蘭桂坊 其實現在的方向是由蘭桂坊 頂上向下走的 嗯 蘭桂坊的一個圈圈 三角 三角 都不是三角的直線 對 所以他會走回頭 他會走回頭 跑圈 他撿回整個垃圾 你現在都是由上面走下來 由阿不禄到一路掃到下面 這就是香港的蒲法 所謂各處鄉村各處裡 各處地方都不同 等於什麼地方的蒲 例如剛才所說 現在蒲禮是要開酒 引多點粉絲 但我知道在內地 北方的不是開酒 是擺車匙 我有個朋友真的試過 通常你有桌子就有面子 反過來不是進門口 是有桌子 你可以看不到你進門口 因為你在後半進 你坐下來之後 桌子有法拉里、波子 車匙都走在那裡 越多漂亮的車 你就越多朋友買來 尤其是女生 這樣很容易買 以前是冷的電話 水壺 越多水壺就越多女生 所以潮潮地地 不同地方都不同 每一次的魚餌都不同 就是蒲的文化 這些文化真的可以出本書 這個蒲的歷史 對你來說你應該很有興趣 我有的 不過我久不久都會去一去 不過去都是觀摩一下 看看裡面究竟發生什麼事 華仔呢 你早兩年就叫做收山 那你會不會掛著的 會不會有癮的 我都會這樣的 會 間中都會出去走 有朋友叫到 有時候有朋友叫到 香港有時候有朋友叫到 就出去玩玩 但你習不習慣呢 那你現在出去 那個文化不同了 但你覺不覺得蒲是壞事 不是一件壞事 有什麼 那你人當然要放鬆 有些人當作蒲就好像犯罪 不是壞事 你用什麼心態去蒲才是 因為太多 可能年紀太小 就太早出去蒲 還有現在又多了一些 古靈精怪在這些地方 真是煩事 是啊 現在多人搞事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搞 那你喜歡以前的蒲的世界 文化還是現在呢 以前 我喜歡以前多一點 一定是以前 其實我也是喜歡以前 那些女生很危險 那些女生 還有以前的朋友 可能一群一起下去 對 安全一點 現在可能已經各自結婚了 還有其實沒有玩到那麼晚 以前 早點會開始 你以為以前很厲害 你聽過以前是Morning D嗎 是啊 Morning D Morning D 玩通宵到下午再點 通宵到早上 你吃完早餐 現在還可以去Morning D Morning D到12點 你還是有Loon D 哇 真的玩了24小時 那比現在的人更厲害 我覺得更厲害 體力上是更厲害 有一點嘔吐 哇 那我們多謝華仔的電話 謝謝華仔 這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前仆友 是啊 經驗仆友 我知道前各位的喜愛夜仆2 下星期會正式首映 今天是星期日首映 下星期公映 公映 希望祝你的表房大賣 希望你蒲政快點蒲頭 支持香港電影 多謝前各位 謝謝Sug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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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我們請坐 拍攝 或許 我們請坐